为保留石虎期的环保术打回台中红洗太平高尔夫球场扩建案 环保术环平大会经20日审查台中红洗太平高尔夫球场扩建案 考量扩建位置据石虎关键期的过境 最终环平委员已压倒性票数做出认定不应开发决定 位于台中太平的红洗高尔夫球场 预计从现有的9栋球场变更为18栋球场 整体面积将从现有的29.7公顷增加为50公顷 且也将移除3430株桥木已清出球道 环平专案小组员审查建议通过 但去年环平大会又因当地临近石虎期的 将全案退回专案小组审查 环保术20日环平大会上 针对台中红洗太平高尔夫球场扩建案 最终经环委投票以12票对2票的压倒性票数 认定全案不应开发 隐于欢社历经一年审查 专案小组虽然又作出建议通过结论 但今日环平大会上仍遭其他环委质疑将对石虎期的造成严重伤害 农委会代表也拿出石虎期的研系报告 指台中北屯、太平、雾峰浅山地区开发案多 漆的破碎 若开发孔阻绝石虎族群交流迁徙空间 此外 高尔夫球场扩建预定的除了石虎 还有发现一级保育类动物零雕 以及其他12种2级保育类及8种3级保育类动物 环委担心若开发将对漆的造成不可恢复的影响 最终环委金投票 以12票对2票的压倒性票数 认定全案不应开发